嗨,大家好,我是邦妈 冰箱有一块南瓜,我本来准备蒸南瓜馒头 小姨说,经常吃馒头给孩子们换换口味吧 我想来想去,好像好久没给孩子们做发糕了 那就蒸点南瓜发糕吧 蒸发糕看似简单,配比或者做法不对 很容易塌陷或者发黏 邦妈把百分百成功率的做法分享给大家 去皮的南瓜200克,蒸熟后加上白糖20克 一定要等这个温度降至守温,再加上两颗鸡蛋和三颗的酵母粉 温度太高,容易把酵母烫死 哎,你要干嘛 我要,我要,帮妈妈搅 要帮妈妈搅呀,那你拿个凳子去吧,帮妈妈搅 妈,我以后还跟妈妈搅 好,你真棒 好了吧,可以了 再搅一下 再搅一下,好 可以没 可以了 脑子不脏了 好 分次加入350克的面粉,不要全部倒进去 因为南瓜发糕的面糊呢,它是比较干的 倒的太多呢,不容易搅拌 蒸的发糕不发黏 第一个要点就是调成像这样比较偏干一点的面糊 放入冰箱,冷藏发酵 我这两天长高了 你长高了,那你试试吧,这个灯给它关掉 跳,加油 再来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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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使劲,再来一下 妈,帮一下你 好,帮上去 前几天腰疼,买了几片高药贴上 还挺有效果的,立马不疼了 活力满满的蹦妈又回来了 今天早上6点我就起床了 面团也发酵好了 搅动,排气 排干净里面的气泡 蒸出来的发糕组织才会细腻均匀 以上给大家的发糕的配比是一个戚风模具的量 我们人多,我蒸了三个 把面团倒进模具里进行二次型发 今天的主食是中韩混搭 自己擀面配上韩式酱料 有点像那个韩式拌饭的味道 但又有不同 共同点是都很香 五花肉切片,加上盐,料酒,生抽和蚝油 我之前煎的五花肉感觉老吃起来特别费劲 还是小姨提醒 再加上一点点的淀粉,肉更滑嫩 再来点烧烤料,更有味 煎五花肉最好把肉皮去掉 肉皮煎出来基本上咬不动 腌制20分钟 感谢大家的建议和关心 让我入手一个和面机 今儿终于用上了 第一次用好多功能还是不太熟悉 咱慢慢地摸索中 最大是熬6万 熬,面粉出来了,面粉 这太麻烦了 不如我拿手揉的 我拿手揉的 你再按一下,再按一下那个调速 刚才不会用,这会不会用了 那水上了,这会不会用了 哎呀,第一次用太紧张了 把加水都忘了 还好,最后终于学会了 发糕,二次发酵完成 上面摆上红枣 蒸发糕最后一个关键 就是火后 全程开中小火 不要开大火 大火使发糕快速地膨胀起来 关火立马会塌陷 凉水上锅25分钟 像喷喷的发糕就蒸好了 中间不发粘,不塌陷 也特别的柔软,像大蛋糕 蒸发糕关键点 第一个呢,面糊一定要调得比较干一点 第二个,发酵好后呢,搅动排气 排干净里面的气泡 蒸出来的发糕呢,内部组织才比较均匀 细腻 第三个,开中小火 韩式拌面的配菜 我准备了菠菜,口馍,黄瓜红萝卜 还有这个辣白菜,花生米,五花肉 就差豆芽了,忘记买了 锅里不用放油 把五花肉直接放上去煎 喜欢酱色重一点的可以再加一点点的老抽 我这个颜色好像有一点点的浅 加点芝麻就可以出锅了 有朋友问什么黄油比较好 我一般用总统黄油比较多 味道更自然 没有其他的怪味 黄油煎口馍比起青油炒呢 香味更浓,味道更好 我们这儿孩子也都喜欢吃 孩子们不太喜欢吃生的胡萝卜 我就下锅炒一下 炒一下味道更好 还有胡萝卜含脂溶性维生素 炒过之后呢,维生素才能释放 韩式拌面好不好吃 就需要一份灵魂酱料 一勺蒜末 一勺辣椒粉 两勺雪碧 一勺白醋 两勺生抽 两勺香油 一勺芝麻 一勺的韩式辣酱 以上为两份面的配料 这个酱料也是我根据我们这儿孩子的口味 调整了一下 加了一点点的醋和辣椒粉 而且生抽也加量了 更适合拌面 今天是崩巴第四次擀面 大家看看这个擀面技术有没有长进 我个人感觉拿起擀面杖会发力了 翻面杖会发生 苏必须贼 用骨头 放入骨头 要做什么 感到还不错呢 师傅教得好呀 你教得好 我的师傅教他全品吃骨 他还是不错 师傅也要有点技术 没技术 徒弟也是学不到珍船呀 鸡蛋 黃酒 鴨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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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白糖 擀面真的是体力活 擀了七斤多的面 我擀了一小块 剩下的都是小姨擀的 小姨的后背都湿透了 擀面条也只能是偶尔给孩子们做 今天擀的面条加了盐呀 感觉还是不够劲道 不知道是不是没有揉到 你看面条不是特别长 有一点断结件 我做饭喜欢各种常识心口味 用孩子们的话说呢 阿姨做饭每天都有惊喜 今天呢韩式拌面 有孩子特别喜欢 有一个孩子吃不惯 我就单独给他调了一点 油盐酱醋调面 如果您喜欢吃韩餐 这碗面绝对您就干了 再烧一道粉条丸子汤 以前去河南带团的时候 喝过一次酸酸的很开胃 具体的做法我分享在评论区 好香啊 你尝一尝 这就王菜 你的菜 你再帮我 好美 这不是谁的手工呢 阿姨 这点糖 这点糖呀 嗯 这么多加了 我给你也加点吧 好 搭配就好 酥 酥 这点菜肉有点脱下了 咱们吃多了 咱们挺好吃的 这泡菜就不好吃了 吃不下了 吃不下了 别把你吃坏了 哪有多老的 阿姨 再给我来点这 再来点 我就喜欢吃这种 韩式咸甜味的 咸甜味的 搞点泡菜 泡菜也要